現在在香港這個環境 你全職做得很難 所以當時其實Johnny很好 他直接就說 那你有沒有錢 你沒有錢的話 很難唱歌 現在唱歌要付錢嗎 像Johnny和Alice拍在一起 我們請的嘉賓上來 一定是有些淵源 我們看到你們上來的話 一定是一些故事 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究竟你們兩個中間 是發生了甚麼氣氛 我舉辦了一個音樂比賽 找一些寫歌的人 Alice有參賽 有勝出的其中一個 聯絡上場就認識了 然後他跟我說 其實我想… 他有一個做歌手的想法 問我怎樣可以執行 這樣就開始認真處理他現在的歌唱事業 這樣就開始了 你知道之前… 我問你之前我們見面的時候 我想當委員會,你記得嗎 不記得 在他當委員會 我現在的助手很好,不用擔心 直接拒絕你 不,他就直接拒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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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他就覺得我很好笑 他就覺得我很好笑 然後我們又喝酒聊天 你突然間是因為你想進入音樂行業 所以你覺得不如我當委員會 找門口開始 參加完比賽 不如我當委員會 再接近音樂開始 不,其實我很喜歡寫歌 亦很喜歡唱歌 我覺得幕後幕前也會很開心 但其實發現兩件事 現在香港的環境 你全職做得很困難 所以當時其實Donny很好 他直接問你有沒有錢 你沒錢的話,很困難唱歌 現在唱歌要付錢嗎 他的意思是你要捱 很多事情是… 因為不確定太高 你好像長期做獨立 你可否這樣 你家裡能否給予一個環境 你可否在家裡不用擔心 然後他直接問這些 我覺得他很好,這個出發點 他不是直接說 你必須問我,我捧你 他不是這些